这个女人太绝了,艳压刘亦菲,与尤文图斯老板相恋,连续八年获得全球最美面孔,娱乐圈中帅哥美女层出不穷,能被大众所熟知的一定很出色,比如神仙姐姐刘亦菲,出道近二十年塑造无数经典角色,电影《花木兰》更是打开了海外市场,让更多人认识了刘亦菲,却有一个人艳压刘亦菲,连续八年获得全球最美面孔,她就是猪猪,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不太熟悉,猪猪在国内的知名度不是很高, 她的发展重心在好莱坞,参演许多电影,在好莱坞的知名度也很高,近几年开始在国内活跃,越来越多人发现了这颗明珠,当然猪猪非常有实力,主持人歌手演员的身份切换自如,颜值身材都无可挑剔,自身的气质更是吸引人,走到哪里都不会被忽视,近年猪猪的作品质量也很高,大情妇中的赵姬,叛逆者中的蓝星节,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风情万种,媚而不妖,用来形容她一点都不为过,在百花争艳的娱乐圈, 能被人记住就很不容易了,猪猪和刘亦菲是两种不同的气质,你更喜欢谁呢?